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勇俊宏 今天的这一期review一下下呢 要和大家介绍在6月19号正式登入马来西亚的Arner 200 Pro 这台备受瞩目的新手机 相信大家都在其他的科技博主的频道中 看到他们对这台手机的实拍测试 那么今天我们除了也要针对这台手机的实拍测试之外 我们还要和大家review一下下 关于这台手机的其他特点 Arner 200 Pro它拥有鞋针相机的称号 所以相机系统肯定就是它一大特点 它配置了50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 5000万像素的光影长焦镜头 同样支持OIS光学防抖 此外Arner 200 Pro还支持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距镜头 它支持112度的超广角 还有2.5厘米的超短对焦距离 让我们可以拍到更加广阔还有细致的景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Arner写手法国巴黎电堂 他们就用这款手机来拍出那种大片 他们都去到Studio 所以现在我就来到我这里的Studio 然后我的工作人员待会他们就会set好所有的器材 然后用这款手机来把我拍出一个高级感的大片 前置镜头方面也不让大家失望啦 拥有5000万单反斜针镜头 真的超美的 测试完相机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看它的外观设计 Arner 200 Pro在外观设计上同样的出色 它采用了6.78英寸的OLED显示屏 分辨率为2700 x 1224像素 支持120Hz的高刷新率 提供流畅的使用体验 机身方面为163.3 x 75.2 x 8.2mm 重量为199g 具有极高的占平比和握持手感 据我的消息所知 这款Arner 200 Pro来到马来西亚 它会有两个颜色让大家选择 第一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台白色 它叫做月影白 还有一款是绿色 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哪一款 除了它的设计非常时尚之外 它还搭配了IP55的防尘防水技术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更加的安心 在硬件方面 Arner 200 Pro搭载的是 Snapdragon 8S Zen 3的处理器 再配搭12GB加12GB的Arner RAM Turbo 和512GB的内存 不支持扩展 电池方面为5200Mbps 支持100W有线快充 当然也支持无线快充 确保长时间的使用和快速充电的体验 提供流畅的系统体验和丰富的功能之外 它还支持双卡、5G连接和多种定位系统 总结来说 在我使用这款手机之后 我发现它是一款非常棒的手机 它有非常强的相机系统 还有这个高刷新率的显示屏 同样它的性能也是非常的棒 如果你喜欢追求高质量的拍摄效果 还有性能强硬的手机的话 Arner 200 Pro我相信是目前为止 最适合你们的这款手机 那今天的review一下下呢 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